上次接触GoPro还是当年的Hero 3 丰富的配件 稳定的拍摄能力及不错的画质 在当年来看是相当的好玩 但真的拿出来使用 可能也不超过十次 一转眼十年过去了 而它呢 一直被我遗忘在房巢箱里 说真的 这几年一直没有去关注GoPro 一方面觉得GoPro无非就是一个运动相机 除了拍拍Vlog 好像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意义 也干不了什么专业的活 直到这次GoPro Hero 11的发布 让我有机会重新了解这款 跨越八代的产品 也就让我带着GoPro去旅行吧 哇 这个GoPro Hero 11 让我的这次北京旅程充满了惊喜 它不但为我记录了非常多美好的片段 更是帮我完成了很多的拍摄的任务 Hero 11的传感器 支持10bit HEVC编码色彩 支持最高5.3K 60帧 4K 120帧 和2.7K 240帧 让我能够在更高的画质下 获得更高的帧数 除了传统的4比3 16比9之外 Hero 11还增加了8比7的宽阔视野 这个真的是用过就回不去了 完全不需要考虑构图和竖痕 在这种几乎接近鱼眼超广的角下 边缘画质也是非常的可用 这个Hyper Smooth 5.0超像防抖 已经可以用变态来形容了 这个防抖玩虐市面上面几乎任何一款手机和照相机 这个水平线锁定功能 让你的GoPro无论在什么角度 转动画面都可以保持水平 这个看似很无聊的功能在日常拍摄中实在是太有用了 Hero 11的前置屏幕对比Hero 10 在流畅度上有了质的提升 但唯一缺点就是无法触控 像我这样挂在脖子上 单手拿起就可以开始拍摄Vlog 哪怕是在行走过程中 都表现了异常的稳定 全身的Android常续航低温电池 续航力比旧的GoPro电池多了30% 像这样30多度的高温 连续拍摄一个小时 机身也只有微微的发热 这样的稳定性的确是可以拿来干活的 裸辑10米防水 耐摔抗噪 在关机状态下 只要按一下拍摄按键 然后往内就可以直接进行视频的拍摄 再次按下拍摄键就可以自动的关机 如果是要拿相机来拍摄的话 我估计这款功夫 连个参数都还没设置好 Hero 11在录音方面也有着不错的收音效果 你听到这个声音呢 就是用机身话筒录制的 在这样这个非常草杂的环境里面 还蛮清晰的吧 完全没有任何的压力 Hero 11同时提供了多种的拍摄比例 并且它的防导能力 不会因为切换比例而失效 最高240帧每秒的拍摄 仿佛让时间处于停止 哪怕在如此高的帧率下 果冻效应也不太明显 真的 结合GoPro丰富的配件 这几天拍摄 让我有了更多以前不可能尝试的视角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 也发觉了更多有意思的玩法 搭配延伸支架拍摄Vlog 身体绑带来拍摄低视角 或是车载支架来拍摄下极限的角度 和可玩性真的极高 Hero 11在白天是真的强到离谱 但是到了晚上 指甲大小的传感器的弊端 也开始变得非常的明显 在光线不错的情况下 还能获得不错的画质 但应该到了较暗的地方 这画质瞬间把我拉回了现实 不过好在Hero 11提供了 为夜晚拍摄的三个全新的模式 星轨 光影涂鸦和汽车光剂 让Hero 11在晚上也可以变得更好玩一些 通过Type-C的数据线 接合GoPro webcam软件 Hero 11就可以变成你的直播相机 在电脑上也可以调整各种参数 哪怕只是30厘米的距离 依旧可以把整个环境进行拍摄 最近大家看到不少的我的视频 都是通过Hero 11来拍摄的 因为其超强的防抖 及不错的画质 简单的操作 完全不需要担心对焦 让我这个拍摄效率足足上了一个档次 拍摄再也不是一个劝退的环节 甚至让我找回了一些创作的乐趣 Hero 11是真的很简单 很好玩 结合定时拍摄 限时拍摄 Live Bust 手机App 电脑软件 以及丰富的配件选择 让Hero 11可以胜任各种拍摄场景 哪怕是作为第二视角进行拍摄 都不需要太多的担心 曝光及角度的问题 让拍摄的成功力大大的提高 在这个全民自媒体的浪潮下 GoPro给了那些希望入门的用户 一个相当不错的选择 同时让专业的用户 也可以有更多的玩法及拍摄的能力 不到3500的售价 让我真的觉得 这个现价比是相当的可以 我现在都会随身带着GoPro 因为对比手机 GoPro的优异的拍摄能力 和超强的便携性 让我可以随时随地记录身边的美好 一张几十块钱的TF卡 足足可以让我拍上一整天 GoPro的Hero 11是真的不错 如果你正在考虑开始你的创作 那Hero 11绝对是一个不会错的选择